3、4、3 三姐,你跟我相處那麼久 你也知道我的人不太貪心 那倒是 這一集不多,一個字,先 如果買東西, 一定是材料買得鮮 這樣就好看了 不如這樣吧 做個海鮮大餐, 應該考不到你吧 嘗嘗 生仔說起海鮮, 魚蝦蟹 很多人都會煮 是 生蠔比較少人家裡做 是 因為有點困難 很容易煮水或一鍋粥 是吧 是的 今天想煮的菜叫什麼名字呢 叫做薑蔥胡椒蠔 薑蔥、生蠔經常吃, 但你加個胡椒嗎 是, 馬上吃不同 好, 那我們事不宜事, 好嗎 好 生蠔買回來, 我們用生粉 洗乾淨, 抹一抹, 它就很乾淨 生蠔回來有大有小 我們出水的時候, 先後放 最重要是水要夠滾 這些大的我們先放 然後放小的 好, 攪拌一下 你看到蠔的皮, 輕輕看見它收緊 就立刻要起 現在可以丁起 原來這麼快的炸? 對…不可以太久 蠔已經定型了 要吸一吸, 最重要是吸它夠乾 最好是你 你請我做義廚吧 搞不定, 就可以做渣妝 快來嘛 說得來就對了 現在直接放在生粉裡 對, 可以這樣 生粉也是吸一吸的水分 很肥 買蠔最重要是肚子夠脹 這樣就好看了 三姐, 今次你用的蠔是什麼蠔? 這個是美國桶蠔 拿回來放在雪櫃 用的時候才開就行了 我們現在也要把蠔輕輕走油 我們走油, 我家裡就不要太多油 是不是? 半煎炸一樣 半煎炸, 沒錯 這個一定要… 滾油 滾油, 千萬不要不滾 一旦不滾, 粉全都噴出來就不漂亮 如果有些爆炸, 有鑊蓋也好 有一個櫃也好, 把它擋一擋 看你這麼好 這個是不是比較好? 好 這個蠔八成熟就差不多可以了 已經開始不出水 封了它就已經… 外面當然是大鑊油 炸真的很快 對, 沒錯 家裡有用, 家裡有辦法 有你就可以了 不要這麼說, 你真是對我好 要來碰你嘛 好, 差不多了 它已經沒有水分了 把它撈起來 好, 這樣就放在這裡 我們看到很多薑, 是不是? 一定要很多薑 一定要很多薑 我們買薑回來, 把它洗乾淨 薑是要泡的 這個一定要泡的 我也要煮 你也知道, 那就不用說了 不泡就不香的 對, 沒錯, 爆它不香的 現在我們最重要的步驟是爆薑 薑一定要爆得夠香夠透 就不能偷懶 其實很多香港人喜歡 是呀 今天就夠薑了, 真的很像 是呀 如果我們在家裡爆薑 放在這裡就不要翻, 不要攪 隨便慢慢煎 是 它才會容易金黃 要不然你炒一下, 會很難金黃 薑很漂亮 是呀, 就要這樣煎才漂亮 現在要下鹽了 下鹽了, 沒錯 放幾粒鹽進去, 讓它有味道 好, 這個時間我們先放這個 放進去 好, 接著撒走了 接著放一點蠔油 好 放一點鹽, 放一點糖 好, 這個時間我們就放蔥了 蔥輕輕地炒就可以了 蠔會很容易弄穿, 就要小心一點 你現在已經聞到酒、薑的味道了 是嗎? 對 這個時間我們放紅椒 最後我們才放胡椒粉 這是你的秘製胡椒粉 沒錯, 好, 我們加少許黑椒上去 是 另外一個香法 好, 弄好了, 鍋子炸一下 鍋子之前要預先煮熱 預先, 對 最後我們再灑一次酒 再灑一次酒? 再灑一次 薑、蔥、胡椒、蠔, 弄好了 我先吃一口薑 先吃一口薑嗎?我當然先吃蠔 好吃 你加了胡椒, 比較野味 對, 有微辣, 有點香味 是嗎? 我們蘸第一罐酒的時候 也是讓酒味進入蠔和薑 蘸第二罐酒, 留下酒的香味 兩個程序才能有酒的香味 再美一點 再昇華一點 薑應該會很辣 是微辣 調起醬汁的香味和蠔的香味 不, 完全沒有香味, 會不會煮? 做生蠔的秘訣很簡單 在洗的時候, 我們用生粉搓一下 它就會很乾淨 接著就撲乾水 預備一個很大滾的滾水 放一些生蠔下去 看到它的邊緣都縮起來 這樣就很撈起它, 它就定一應了 希兒 是 看到你又有荷葉 是 又有高蟹, 又有飯 我都猜到八九成 你想想, 我們今天的題材是鮮 高蟹就夠鮮了 那倒是, 沒錯 加上現在夏天, 荷葉這麼多 當然要做一個大高蟹荷葉飯 聽起來真的很鮮 對, 高蟹, 其實我們買回來 就是洗乾淨 是 然後一開五, 留一些高蟹在這裡 是 那些高蟹真的很漂亮 看得很漂亮 現在我們先炒飯底 然後放… 油 烘一烘薑 好 薑一定要烘 三者說, 薑要烘的 沒錯 放蒜了, 是嗎? 放蒜, 好 然後放飯, 否則蒜會焦 你可以先放蛋 放在這裡, 放在那邊, 不好意思 你來吧, 不要… 我怕你這東西, 所以我… 這樣煎吧, 先煎 那你就算了, 有些蛋的樣子 現在可以放在那裡嗎? 可以的 炒飯就不要剁 我不要剁, 現在我正在炒, 我記得 千萬不要剁它吧 沒錯… 出力一點, 不用給我面子 壓鬆它再炒 再來炒 炒至香為止 對 很漂亮, 金黃色的味道 有些有煎熟的蛋 有些是蛋包了飯 所以飯特別漂亮 對, 要加鹽了嗎? 對, 沒錯, 加鹽 我現在學習三姐的香蕉 聰明 很漂亮 例如有些飯不開, 把它壓散 熱度也均勻 均勻一點 好了, 現在好一點 好, 先熄醋 好, 接著放生抽、豉油 沒錯 再用猛火炒的話, 會變焦 焦了 沒錯 放生抽後, 讓一層香氣供上來 最後才放老抽 對 我再幫你撒一點糖 少許糖 沒錯 撒一點糖 吊著糖, 是, 沒錯 多一點 好, 好 接著我拿這個給你 沒錯 新鮮荷葉和乾的荷葉 之前三姐, 你也教過我 先把荷葉把水拌乾淨 沒錯 抹乾淨 沒錯 現在就可以用了 對 這個時間我放一隻蟹上去 千萬不要掉了 掉了高 接著兩個鋼 很像樣 接著這個就… 不要, 你先這樣蒸 因為它沒那麼容易熟 它這裡就難熟 蒸到這麼長時間, 蓋上它出來 為什麼呢?它高多 你看它多豐滿 你明白嗎? 因為你現在已經有蓋 它難熟, 蟹很大 我們就這樣 現在就可以放進鍋子裡 水也會沸騰了 好, 我們放進去 好 蒸8分鐘後, 蓋上蓋子 是, 反過來 對 好 時間是8分鐘 我們現在就要把… 我幫你拿這個 對 很漂亮 現在我們就把蟹蓋 反過來, 放在這裡, 是嗎? 對 這個是中芹, 比較香 還有, 蔥, 芫荽 如果你不吃的話, 就可以不放 除了有些人不喜歡吃芫荽的 可以不放 這樣蓋上來 好, 吐 不用怕 再蒸一會兒就可以了 是 好, 蓋開它 很香, 中芹味, 你聞到嗎? 聞到, 聞到 聞手 上菜之前當然要扮好看 塗上一層橄欖油在上面 你給我蟹蓋和一點點飯就可以了 這樣嗎? 我又不貪心 你真的不貪心, 真的 很漂亮, 我自己也覺得100分 好 我也是這樣 好了, 蓋給大家看些膏 很棒 很棒 很棒, 你是不是要蟹蓋? 說而已… 說得你很快 我覺得已經很香了 一層荷葉的味道也很香 很美味 飯炒過後, 它很軟熟 因為有一點油 然後有些薑粒 放在橙色的蟹膏 整個口裡充滿了蟹、飯 還有蔥粒的味道 這個先拿出來是不是? 它橫行鹹的, 怎麼會輸掉? 你買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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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